這個主將者李光宇呢 他其實在以前有很多爬山的經驗 那今天呢 他很專心的 很用心的為我們準備了很多他的一些經驗 以及他過去爬山的一些心得 然後在今天分享給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好 那我們就不太花時間 馬上歡迎李光宇為我們帶來今天的演講 好 謝謝 欸 感謝雀了 感謝雀了 好 好 現在就是 大家這個投影片已經看過很多次了 我們就直接進正題啦 簡單來講就是跟大家講高山健行是怎麼回事 那 就是說我 我會以我 照片全部都是有 以我這句爬山跟自家洋的照片 然後來demo 跟大家簡單一下介紹這個興趣啦 然後去介紹一下我啦 為什麼今天是我在講呢 因為我覺得在座呢 應該是我爬過的百月是最多的這樣 所以我大概爬超過十座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是有資格來講 然後 OK 好 就這樣 然後 這是我的Outline 我一開始講說大家 會想要知道說 登山 固然是像運動 但是有幾件事情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後面都不知道沒有關係 那前面知道 然後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要爬山啊 去哪裡爬山啊 然後怎麼樣 想要我要去爬山要怎麼去做啊 然後關於登高山的這個 十一住民娛樂是什麼啊 然後最後有QA的時間 好 一開始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爬山是一樣是什麼 就是去山上 去山上是一個偏遠 而且非常 人機罕至的地方 就是說上山呢 就只能靠自己 就是 雪羊呢 雪羊大家可以去Google 雪羊是這個登山界很知名的一個 叫做什麼 大V吧 大V啊 網路上他雪羊會寫多文章 針點關於登山的任何時事 所以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有引用他的話 雪羊 雪羊大就說 登山是遠離成宵的運動 那雪羊就說呢 這個人啊 上山你要能夠活 其實就是要靠你的知識 你要有知識 知道 在山上怎麼樣應對 才可以活 那接下來你上山呢 你光榮知識沒有用啊 你知道這就知道那 你知道怎麼生活 你知道怎麼當朋友 你東西要帶啊 東西要帶 東西 就是裝備 你要帶裝備 你當這裝備 代表你的生命 所以我們這個 等一下再分享會注重再來就是說 會圍繞的知識跟裝備 就怎麼用這裝備 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裝備 我們還是要怎麼用裝備 簡單來說啦 就是說 爬山這樣運動是 你出的事沒人會救你 會死掉的活動 那你要能夠活 就是要靠你自己的知識 跟你帶來裝備 簡單看一下說 這個是去年 2017年發生的那個三難 所以有一個人 他失蹤47天他可以活 然後一個失蹤35天 失蹤12天 他們可以活的原因 就是說他們都有 正確的登山知識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都帶全套裝備 OK 所以 最後一條是我自己寫的 大家看一下 欸 那個這個我覺得很不錯 裝備的選擇跟情人一樣啦 沒有最好只有最適合 OK OK 就是說 大家不要迷信說 貴的裝備就一定是好 就是要適合你的 裝備 好 好 簡單 跟大家講為什麼要爬山啊 爬山我覺得 最重要就是說你可以 在山上很艱苦 那就可以 垂打靈魂 砥力身心 使自己更堅強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自己列出來 爬山 吸引我的地方 然後再來說 高山的風景很好 那些是在平地上是看不到的 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我覺得很喜歡這個運動 它跟其他外運動有共同性 比如說你野外求生啊 露營啊 在平地跟人家露營啊 然後在野外煮飯啊 還有攀岩啊 長跑 都跟這些有關 所以你不只是在山上 你在山上的所有事情 其實有些事情 興趣 活動也是在平地可以做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叫什麼 Mutidiscipline 的 的 的運動啊 覺得很不錯 好 首先又來跟大家介紹要專有名詞 你說跟人家說 我喜歡去爬高山 就有兩件事情 你就問別人說 你要知道什麼是百月 然後是什麼是橫段 什麼是縱走 這些大家都在講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 好 所以我們現在跟大家講 就是說有位這個 這個月界登山大佬林文安先生 他就挑了 沒錯 就是他挑 他挑了起伏明顯的 這個一百座三 定為百月 但是起伏明顯不代表 百月大家都認為說會超過三千 其實有兩座就是沒超過三千 那百月裡面呢 又有這個五玉 還有三間跟一齊 就玉山雪山 秀孤蘭山 南湖大山 北大五山 三間有中央間 大壩間 達芬間 一齊有齊來北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 這個link就是 這邊有個link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他會把所有的百月 都列出來 我這邊點給大家看一下 他會把所有的百月列出來 等一下 欸 奇萊山你就是有 零一次見的奇萊山 對阿 對阿 我點出來了 等一下 要等我一下 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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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好這個 這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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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那你爬了幾座阿 我爬了十座 你說這個代表座 你都爬完了 沒有代表座沒爬完阿 那代表座爬幾座 代表座會有九個嗎 是九個 他就九種阿 九種類型阿 這個 很像他在爬 網路阿 網路網路網路 好啦這邊 等一下 有點小 大家忍受一下 可以看到他這邊就是 這個網站呢 叫做 輝哥的天空 輝哥也是一個爬山 樂愛 百月已經爬完一輪了 他好像在爬第二輪 他把所有的百月 全部列在這邊 然後 他是 所有的山有分難度 比如說是 A B C D 然後這個難度會決定說 你能不能跨何百去上山 這個 路山的時候大家會神科 好 然後他 有些時候 這次都是一個一個山 然後他跟你講說 中軸 中軸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總之呢 這個網站呢 就會把所有的百月列出來 大家 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去這個網站上面看 時間很急啦 好 那百月好像在這 橫斷 又聽到什麼橫斷 比如說我去新康橫斷 又去什麼 中軸 然後又去丹弓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橫斷 就是 這個 南北為重嘛 東西為橫 所以橫斷 我們這邊說橫斷就是 平行 中央山脈的 這個 路線呢 會被稱為是橫斷 這樣 有這個 有名的就是 就是 像是 舉例就是 新康橫斷 然後那中軸的話 中軸就是南北 但是其實 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不是單點進出 你就可以算是中軸 也沒有那麼 那麼 那個 也沒有那麼嚴格的規定啦 然後說單攻 單攻就是說 基本上你就是 只去爬一座山 那你一座山呢 你可以就是當天來回 你可以好幾天 其實就是爬一座山 現在大部分 講單攻 都是說你一天 就去爬了一座山 馬上就回來 不住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個去年去 跟我們MTK登山社去御山單攻 單攻就是一天 早上三點鐘出發 下午三點鐘就回來 來回幾公里 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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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公里 然後 高低落差1500 就是 你要是上1500跟下1500 對 是上1500跟下1500 所以現在是3000 所以就是單攻 單攻就是一天來回 好 假設 現在大家想要去爬山 那你就會想說 我到底要去哪裡爬山 你就先看了 飛哥的那麼多山 然後你就 Random你挑了說 聽說冬天的雪山很美 然後你去Google雪山的照片 欸這個雪山照片 冬季真的很漂亮 就長這樣 然後 還長這樣 喔 就說我一定要去 我就想要去雪山 那我就要去雪山 那我要怎麼去 所以我想要這種照片 那怎麼去呢 那你就決定去雪山了 然後你就決定說 雪山這個我想要走去六天 然後我要走一個行程 叫做雪山西能 就是說雪山 從雪山往西邊走 走六日 然後從宜蘭上山 然後從 台中出來 我想要走這個行程 那你就去Google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地圖 它這邊就會 跟你講 就是雪山三妹的一個路線 然後你就說 好啊 那這個是大家很推薦的 經典路線 好我今天決定就要去這路線 那細部要怎麼規劃呢 細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都是 右邊這個地圖 右邊這個地圖 就是你去買 就會有這個地圖 然後就跟你講說 上面每個點到每個點 走的這個時間 那每個時間就是重裝 這個重裝就是說 你所有東西都在身上 然後你住的吃的 全部都在身上 這是男性重裝的時間 這樣子 然後 你可以看啊 這個 線上的朋友們 線上的朋友們 這個沒有雷射筆這樣子 線上的朋友們 看一下右上角 右上角 這個我們要登雪山的話 然後我們就從雪山 我這個好像有POINT 我這個POINT 等我一下 欸對 時間 時間 15分 完蛋了完蛋了 好 那個 沒有沒有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 這是POINT 這邊 雪山登山口 就是我們要上山 然後我們要爬雪山西能 所以 大家看 登山口 然後爬到七卡山莊 這樣多久時間 70分鐘就到七卡山莊 這樣就可以住了 然後再 從七卡到369 又多少時間 305分鐘 所以 他這邊都會列出 那你就可以開始 再沽 我到底 這個 列出來住 就是只有這地方能住 其他地方都可能是沒平地 然後我們要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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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翠池 走到翠池然後又去上面草原 然後又下來 就雪山西的路線就這樣子 最後從中雪山這邊出來這樣子 所以你要算 你要怎麼評估 大部分都走六日 那你要看你評估啊 你看我第一天走70分鐘就可以上到 上到山莊 那我到底要不要在那邊住 還是我在70分鐘我再加300分鐘 我住在下一個地方 就是 看這個布城去規劃你的行程 所以 最後啊我們就規劃出來說 根據 啊上面還有 還有一個原則就是說啦 就是寧願早出發也不要晚出發 因為你晚出發你遇到天黑 那只會越來越黑而已 所以寧願你就是30分鐘出發 4點鐘出發 然後你越爬會越亮 所以 我剛剛那邊還有說 一天大概就是 以大家正常提議來講的話 一天你中床走 10個小時 已經算是很極限了 所以你就拿那個去估 比如說我30分鐘起床 然後我今天可以走10個小時 不是我6點鐘起床我要坐10個小時 那我走這10個小時我可以到哪 假如我到不了的話 那我們就退回上去 反正就是行程就把它決定出來 所以我們決定就這樣走 OK 那之後那你就說 欸那我是不是決定好就走啊 大家裝備買 大家上 大家上 這個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 沒有不能 你要申請 爬山要申請 你沒有申請 你就是爬黑山 爬黑山這件事情其實有點複雜啊 簡單來說就是說 你這個山區啊 或是你去入國家公園 都去那個雪山 雪山就在雪霸國家公園之內 所以你上山跟入國家公園 這兩件事情都要申請 沒有申請的話就被罰錢 那這邊有兩個 有兩個link就是說 有人認為說 欸這個遷起是人民自由 我想去哪就去哪 照理說政府應該不能限制我 還有說 有些人是說你就是不想要讓我爬 所以 你就是不想要維護這些步道 所以 你才把這山就封起來 然後害我去爬黑山 這個 這個爭議很多啦 大概就是這樣 簡單來說 大家做一個守法公民 去爬山叫去申請 然後跟你講說 我這邊列出來 熱門路線要去申請 我們就直接看雪山好了 雪山 雪山在哪邊 雪山第三個 雪山主東 雪山主東要不要申請入園 要不要申請入國家公園 要要申請 要在雪霸裡面 那他要不要申請入山 要入山 那入園跟入山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不一定有關的 你可以看一下 你去和歡的主峰 東峰跟死門山 不用申請入園 也不用申請入園 那申請入園 可是你去和歡西峰跟北峰 你不用申請入園 但是你要申請入園 那申請入園跟入園是兩個 不同部門 入園申請是內政部 然後 入園申請是國外公園 你說那我不申請怎麼辦 但是他會有登山口 國外公園登山口會有管理員 他會檢查你的 入園證 那警察局 國外公園 進去之前 可能會有警察局 警察局要 你檢查你的入園證 兩個都交之後 他才會讓你去爬 不然你就是爬黑山 好所以我們現在申請 就是點這個網站 就進去申請 然後申請他就跟你講說要怎麼申請呢 首先你要先申請入園 然後入園申請到之後你再去申請入園 因為入園比較簡單 那我們還要再看一下右上方 右上方就是說 他這邊 雪山國外公園他列出的 你爬不同路線 對於入園跟入園的要求 是什麼 你就是要看右上角 所以我們去走雪山西能 雪山西能線 在最後一個雪山西能線 兩個都要申請 兩個都要申請 然後你再看一下 你可以申請啊 可是問題是步道現在有沒有開放啊 有沒有攤方啊 所以他另外一個連結跟你講說 現在這個步道有沒有 有沒有開放 那有開放你就可以去申請 好啦 那要填啊 要填你要怎麼規劃 把我們剛才的行程填上去 要申請人啊 要領隊啊 要隊員 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就是 留守 留守是什麼 就是你要留一個人在平地 其實身上都有訊號 你留一個人在平地 然後你 定期要跟留守聯絡 比如說 我留一個留守 就陳慶蓉在山下 跟陳慶蓉講說我要去爬五天山 可是我到第五天我都還沒跟他聯絡 所以留守他有一個 自己會有一個時間 可能他再過兩天 他就要去報案 就要來這個 可能發生生難 山難就要來救 所以呢 你要申請 那還要第一個就是你要申請 你要住在營地 住到山屋 你要去申請營地跟山屋的營位 沒有營位 回家中也不會讓你弄 所以這邊我會列出來 你看那雪山 有哪些營地 有七卡山莊 369 然後翠池山屋 他都有 原額的限制 那我們要去看一下 我們想要去爬的時候到底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網站 比如說我看369 369 4月申請的情況下 你看啊 因為雪山他是兩天一天 兩天一夜就可以爬完 所以他在週末 五六 週末的時候都很熱門 幾乎沒有 那禮拜三禮拜四人就比較多 你要去申請到山屋 因為山屋就那麼大 你沒有申請他不會讓你上去 然後先申請 申請完之後呢 你就拿了張表 就這個硬下來 然後拿 拿給登山官員 你就可以上山了 好啦 去哪 怎麼做 那怎麼做呢 那 你身體好了 可是你體能呢 所以體能就是說 上山會背重物 那 重物又分兩種 一種是重裝清裝 清裝 重裝就是全身都帶在身上 那冬季重裝可以達20公斤 20公斤是已經很重 大部分 一般人正常的話 在平地大概背個 13公斤覺得還好 20公斤已經是很重 然後清裝 清裝就是可能不包含帳篷 你就是 當日來回的 的裝備 然後 體能訓練呢 這個很簡單 就是跑步 那假如你沒時間跑步的話 你練身蹲 因為你這個 重裝負重 就是在大腿肌肉 你就練身蹲就好 每天就深蹲深蹲深蹲 就行了啦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你要準備吃的東西啊 還有準備裝備啊 那怎麼辦 那你就看一下 這個是玉山國家公園附的檢查表 他會要你去登山的時候 你這些東西 帶了沒 你可以看一下檢查表啊 什麼大背包啊 什麼毛巾啊 頭巾啊 這些東西 可是有些東西 就是 還有什麼東西 什麼 什麼 宮頂爐啊 然後什麼 地圖之尾針啊 還有什麼 冰爪 冰雪 冰斧啊 這些東西是什麼東西 這個 你都不知道 現在都不知道 所以 那個接下來呢 就跟大家介紹 這些東西如何用 介紹五個方向就是 實際住行娛樂 這五個方向 分別跟大家講 不同裝備 它有什麼功能 它要怎麼 它要 它要怎麼使用 然後它用的時機點 OK 好 好所以我們就講 講吃 講吃 吃大家 大家最有興趣 他要吃什麼 所以吃你要怎麼規劃 比如說 在爬山的時候 你每天可以消耗六千到七千大卡 大家有在減肥的你知道嗎 五千大卡就是一公斤 五千大卡就是一公斤 當然你會吃回來 所以 消耗的量很夠 然後 然後會有幾種分類 就是說有公糧 預備糧 緊急糧 行動糧 然後 公糧就是說 早 就是早晚餐 大家一起吃的 這叫公糧 就是大家會 大家會開火一起煮的 那 在山上的時候呢 我們 不會吃 不會 停下來開火 吃午餐 所以就是 在走的時候 你就身上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有一些餅乾 糖果啊 麵包啊 飯糰 就是當作你的行動 那假如說 你可能會想說有時候可能會 天況不好 你可能晚一兩天出來 所以你要再多帶一點緊急糧食 以防你沒有在 定時間內走回來 那規劃要點呢 就是說你要看人數啊 然後幾個人啊 然後男女比啊 男生吃得多女生吃得少啊 然後還有什麼 那你是 冬天走嗎 還是 夏天走 對不對 冬天大家 比較冷 胃口會比較好啊 就是這些 這些到考量 好啦 那 有些 東西有些條件啊 說什麼高熱量 高營養價值 那 之後泡麵不OK 因為泡麵沒有蛋白質 所以你要有一個 主菜 你要有一個主食 然後說 因為在高營養午 高營養午 而且大家要運動 所以你在運動過程中 經濟腸胃肌肉不是特別好 所以說好消化 然後再來就是在山上 沒有冰的空間 但是山上其實就是 冬天的時候蠻冷的啦 那 但是你也不能放那種 太陽力腐敗 太陽力霸霉的東西 然後再就是說 呃 要輕量啊 體積小啊 真真真真真 然後他這邊有鬼 有講 好啦 跟你講 現在就是 就是 跟大家講說 欸這個現在是 在山上吃什麼 這邊就 這邊就買了一包 欸這邊就買了一包 這個 這個線上的朋友啊 線上的朋友看一下 這個 乾燥米 乾燥米 這個 乾燥米很簡單 你就是煮水 煮水之後丟進去 就可以 就可以吃了 這個乾燥米 大家知道 乾燥米跟生米是兩件事情 乾燥米是米煮熟之後 把水分抽掉 生米是你 根本就不能吃 你要煮 真的要煮了才能 乾燥米就是加水 欸他要還原 而且乾燥米它是乾的 也可以吃 你就當作那種煲米香就可以了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主食 黃金脆乳 這個無須髒的 這個這個有什麼好處 因為這東西可以放在室溫 就是 所以沒有問題 就很神奇 我不知道為什麼裡面放這東西 欸那個可以幫忙那個鍋子裝一下水 然後 還有就是有一些蔬菜 你會帶什麼蔬菜 所以要帶一些比較不會變質的 等一下 熱水 一百九就水 一百九就水 不用熱水 不用熱水 好 然後 然後給大家 給大家 給大家想一下 就是這個 這乾燥飯啊 這樣一包 240塊錢 然後 差不多是可以給三個 四個人 吃 一天 一天是包含早午餐 我現在就幫大家趕快打開一下 因為我們這樣 就在那邊煮 就在那邊煮這樣子 一半了才知道喔 沒有沒有 欸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煮冷水 760cc 喔 反正 反正你要裝 它那個是一升的 它那個有刻度 你就裝 可以啊 可以可以 然後大家要注意 這是乾燥米 乾燥米 乾燥米裡面是有防腐劑的 是乾燥劑的 所以 不能這個 OK 好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這跟講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去雪山都吃什麼 我們對 我們基本上就是 這樣吃這樣 一鍋一鍋 一鍋一鍋的 然後裡面有什麼 草青椒啊 什麼玉米筍啊 還有什麼 豆干啊 那比較方便的話就是 你帶薑母雞 薑母雞薑母鴨 因為這種都是 冷凍包一包 然後上去就直接加熱就可以 不會壞掉 這是我們在山上吃的東西 好 行動樑的話我個人就是 很喜歡吃鐵蛋 然後跟 這個牛肉桿 還有銅鑼燒 就是這個我覺得山上吃的 不要吃下去 再多跟大家講一句啦 就是 在山上的時候你可能運動 然後呢 可能胃口不會太好 所以你一定要帶你最喜歡 你一定要是最喜歡 不能說我平常有點喜歡 不能你要最喜歡 你要最喜歡 在最難 最美味的情況下 也能夠吃得下東西 好啦那跟這樣喝水啊 每天喝水 就是說每天我們固定行動 會喝掉兩公升 再加上運動可能會更多 然後假如 我們晚上要煮飯的話 我們需要水 那這個就是 還要在 假如營地沒水 還要在另外一杯 所以水有分幾種啊 活水 死水 血水 雨水 露水這樣子 那活水的話就是 比如說山壁上會有水啊 或者說 它那邊有一個小河 小溪會經過 在山上 那假如死水的話 就是說那個地方它特別容易 就是一個凹地 然後前陣子可能下雨 接一些水 死水通常要建議要過濾啦 然後 血水 這個我們就喝血水 然後雨水 雨水的話就山路會急雨水 然後早上會有露水 你可以拿 露水填一下 有幾個裝備啊 所以這邊有爐頭 瓦斯 爐頭有分這個瓦斯爐跟 飛氣室 然後鍋具 然後瓦斯 擋風管 濾水 濾水器 然後餐具 餐具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東西叫做 Spoke Spoke Spoke就是 Spoon Fork 再加上 Spoon Spoon Fork 加上 Nife 全部都集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 這邊有鋸齒 然後這邊有 Nife沒有出來啊 哪邊哪邊 你不是說Spoke 一定要加Nife 欸 Nife Nife 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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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Fork嗎 都有啦 Fork K也是Nife 好啦 好啦 反正這個 這個很便宜 這個只要八十塊一隻 我覺得這個很 刀在哪裡 刀在這邊 你看一下 我可以切切耶 對對對 我是沒解過啦 這樣子 好啦 那餐具的話 餐具這邊有分 就是太太跟女的 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飯 就是太太跟女的 然後用女的 大家就知道會得那個老人吃那一陣 可是女的便宜很多 大概便宜五倍這樣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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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的 真的太的 價錢差五倍 這要這樣 差怎麼辦 好啦 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爐頭啊 那爐頭 有很大學問啦 就是說 爐頭它就是要裝 裝配這個瓦斯 要讓瓦斯 出來 可是你知道這個 金屬本身會熱杖難縮 所以不好的爐頭 它在山上 這金屬一縮 那個瓦斯的出氣量就不好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右邊有 右邊有列 說 它這個收頭這個爐頭啊 在室溫是20度的時候 跟室溫是-5度的時候 達到費點 的時間 只差了 12秒 可是一般的假如你做得不好的話 在山上 一熱杖難縮 它就會花大概三四倍的時間 然後它這個就可以維持了 我這邊有一個爐頭啦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就是爐頭 這 這有包含爐頭 然後也有包含鍋 這鍋特別 欸 鍋在哪邊 對 好 那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鍋啊 這鍋底下 有這個聚熱功能啦 所以它的 它可以極熱 這樣子 它可以極熱 欸欸欸 沒有 大家看 那個線上就算了 這樣子 這樣就算了 哈哈哈哈 好 這邊才好這樣子 那它這邊有幾個電話標準啦 就跟你講 最主要就是說 難達到費點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這樣子 OK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 因為我沒有吃晚餐 所以我們現在 再來就趕來煮一下水 然後來吃一下滷球飯 這樣子 好 DEMO時間 DEMO時間 那個線上同仁 線上同仁就是 現在開始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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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沒煮啊 對對對 我還沒煮過電話 沒有 他會不會這樣 沒有 沒有 下面這一個東西好了 沒有 沒有 你 你要有一個東西 是到時候鍋子可以放在那個 東西啊 這個熱墊 你鍋子到時候 這個熱墊墊啊 這個 這個不會有問題 不會有問題 你要不要 還是很便宵啊 你要那 等一下煮好之後 這個鍋子會很熱 再拿一個熱墊 好 呵呵呵呵呵 先讓我們 先讓我們不好意思啊 你讓我們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欸 不然來參加 就算 不然來參加 不然來參加 okok 這個鏡頭稍微 這邊啦 這邊啦 所以我這樣壓的時候 他會有火花 所以有火花 ok 好 這是防風油啊 欸 有防風 我們現在防風就是這樣 風在吹 喔喔 好 那我現在先把這個 水呢 放上去 好 所以我現在會先把瓦斯出出來 然後 我再點火 好 我們 等一下 等一下關的時候是往這邊選 然後 往我成這邊選 憲像同仁 憲像同仁有看到嗎 憲像同仁有看到嗎 是啊 沒關係啦沒關係 我們那個 那我就要後製一下 後製一下 好我們那個會耗點時間 所以 那個 欸 幫我做一下 你看 你要看一下 就是這個 有小氣氣 不好 ו 因為他沒有可能會浮出這樣 對 就你啦 就你啦 不要睡著了 好 那我們趕快開始講別的 穿衣服 穿衣服很枯燥啊 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穿衣服 因為你可能會失溫 失溫就有分幾種 那個失溫你可能會死掉這樣子 有就是中度失溫 進度失溫 還有重度失溫 然後再來就是說 失溫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你一失溫 你在身上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把這個 那個溫度recover回來 就三難 你就要教人了 所以 預防失溫的方法呢 就是從穿衣服就要開始很講究 這邊有跟大家講一下說 風寒效應有聽到嗎 就是說 通常同一個溫度底下 只要風越大的話 你會感覺越冷 所以人體對於這個溫度的 這個 這個感知其實是會浮動 所以你要一步表情衣服沒有穿好的話 你就可能會失溫 所以跟大家講要怎麼穿衣服 然後這邊就跟大家講啦 就是有個案例啦 就是有跟他去爬山 然後呢 他後來血就下很大 然後他就失溫了 然後這個人呢 我跟你講 這邊我有圈 這邊我有圈起來啦 這個 先讓同學聽清楚嘛 這邊我有圈起來 就是說 另外一個人去救他的人他知道 失溫這件事情很嚴重 我必須要趕快趕到 趕快叫人氣 不然就是 這人就會死掉 所以他就趕快去救他 這邊有連結 大家可以再去點 這是兩個Facebook的連結 好啦 先跟大家介紹那個 要穿什麼衣服啦 穿 對對對 穿衣服 穿衣服分 分三層啦 禮層 就是說 要把大家把握住穿衣服 就是說你第一個要保暖 可是你要排汗 所以 就是 洋蔥式的穿法 我們分三層 就是禮層 中層 外層 禮層就是要穿排汗衣 你幫我買那個排汗衣 就是那個藍色 拿一件過來 那個排汗衣給 那就排汗衣 你給他 你看 這排汗衣這樣子 對不對 裡面就穿排汗衣 大家千萬注意 裡面絕對不能穿棉的 因為棉的 你在山上一撕 你絕對幹不了 你就是一直很沒真的 然後中層 中層是保暖衣 保暖衣 綠色 綠色 保暖衣 中層就是提供你保暖功能 那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拿過來給線上同仁 線上同仁 好 黃藍衣有分幾種 這個是刷毛的 有一個羽絨的 有一個羽絨的 然後在外層這個 大家可以傳閱 然後外層這個 那件深綠色的也是 也是刷毛衣 應該這個刷在羽絲的嗎 那個也是啊 然後這個是羽絨的 這個都可以 這是羽絨 這個羽絨的 這件不是防水的嗎 大家要注意啊 這個 這個刷毛防 然後在外層 外層就防風防水這樣子 呃 所以外層其實不能保暖 它就防風水 然後下半身呢 下半身基本上就是有穿就好 因為核心溫度在上半身這樣子 而且配件啦 帽子啊 襪子啊 羽絲 最外層的防風防水 這是羽絨 這是羽絨 現在跟你講說 衣服要怎麼選 衣服有一個煉化指標 這個claw的定義其實就是導熱 就是 claw越高就是說你 熱量越容易保存得好 claw越低就代表說熱量越容易 越容易失散這樣 所以你看棉就很差 然後羽絨 羽絨又分550 然後又分8 羽絨有那個feel power 這個 就會再跟大家說 好 那中層的話有幾種 有這種選擇啊 就是有刷毛 化鮮跟羽絨 那羽絨的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 羽絨它很保暖 可是羽絨它一碰到水 它就會失去功能這樣子 所以在行進一間的話 不推薦羽絨 可是你晚上睡覺的話 可以穿羽絨 然後刷毛就是那個材質 刷毛的材質 它其實很排汗 然後它很保暖這樣子 好 然後風水衣的話 風水衣的話就是有 軟殼衣跟硬殼 我沒有軟殼啦 反正軟殼就是 防潑水 防弱風 但是強風的話就不太OK 那硬殼的話就是 防風防水這樣子 完全都防風防水 可是 Gortex 會有一些透氣的效果 但是沒有辦法跟軟殼一比 那不只有Gortex 每家自己的廠家 運動101的廠家 它都會有自己的 防水透氣的科技 那羽衣呢 羽衣我也有帶 雨衣就是完全就不防水 就是門在裡面很不舒服 所以就是 風 最外層就是Gortex 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家記得啦 這個 你今天出去這邊 你就記得這件事情 登山品牌就是 價錢越 動物越遠古 價錢越貴 左邊是什麼 左邊是長毛巷 左邊是什麼 右邊是食竹鳥 這兩個就很貴 我們還有其他的那個 就是什麼土撥鼠 土撥鼠一聽就很low 這樣子 土撥鼠就很便宜 蠻綠澡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好好就這樣子 然後你跟大家 看一下價錢 然後 下一下 大家一定要滾嗎 哈哈哈哈 問你啊 登山王 可以 可以就可以就可以啊 因為我怕他浮出來啊 今天浮出來很不好 就說真的滾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是蠻合力的 還可以啊 因為他 從滾到 欸我剛剛講多久 這個好像是五分 沒有 因為我沒有開火力全開 他剛剛那個是 要火力全開 兩分半就可以搞定 你現在火力全開 不要不要不要 那火力全開就浮出來 你現在要幾半是不是 對啊 那要幫我倒進去 這個倒進這裡 這個倒進這裡 這個倒進很平 哦 欸那個線上同仁在等 等一下 那個 水滾啊 水滾 有了 他在黃金翠爐喔 對 欸好 沒有吃過這個啊 沒有吃過這個 好這個是跟他講一次 這個要小心 這個我去廚房 這個我去廚房 但其實跟你講 這個鍋的邊緣是北歐設計 所以他 這很容易 不然你在這邊倒 不要不要不要 我技術沒有 我技術沒有 小孩很清楚 焦火 焦火 來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那個 那個 誰啊 誰啊 這個 好啦我們現在把水加進去 親上同仁看一下 我們把水加進去 你交生信給親上同仁 欸那個 那個 把這個 要拌 那個拌要拌 拌 拌子在那邊 你拿是不可 就是反正因為水都要下你 要拌這樣子 好 好 要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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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啦 跟他講幾個牌子啊 這個 十多鳥很貴啦 兩萬塊一件衣服啊 這個 排案三叫三身三啊 這個一萬 很貴很貴 然後這個 羽絨外套兩萬塊 然後很貴很貴 那正常衣服啊 你看只要一半價錢只要八千九 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 羽絨衣也都一半 那你買的是哪一個 我買就這個 我買這個 這些啊 然後這個我買的 那個羽絨衣 非常推薦給大家這個羽絨衣 萌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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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打開給他看一下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保暖褲 保暖褲 就是 我想這保暖褲 就是 可以穿在內層 這個東西是 完全化鮮的 這個 壓力褲跟這個保暖褲 不能穿壓力褲 因為會血液循環不好這樣子 OK 你就可能會 再穿這樣 你要穿那個 沒有 就是 沒有壓力的這種 好啊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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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種帽子 有這個 有毛帽啊 有這個防水帽啊 有這個毛帽 然後有這個 羊毛的 純羊帽 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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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閃 這線上桶等一下 聽得到嗎 大家如果聽不到 再留個言說一下 假設聽不到的話 這個警圍啊 這個警圍啊 這個警圍 我跟你講這個 線上桶的demo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這個帽子 這個帽子 這個非常好 你看它旁邊還有釦子這樣子 對 然後 這個帽子就是Gortex的材質 所以是防風防水 然後 跟大家講 這個是警圍 因為你穿衣服 你最後 上面還會露一截 所以你一定要用這個警圍 這警圍就是防風防水這樣 防風防潑水 你一定要用 沒有這個警圍就差很多這樣子 其實這個警圍跟那個恐怖份子很像 我demo給大家看 就是 對 這警圍就這樣 大家看到啊 警圍就這樣 那警圍其實很多用 然後你也可以 就是 你也可以拉起來 然後你也可以說 天氣沒有那麼 天氣沒有那麼冷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把上面綁起來 反正警圍很多用 大家推薦大家去買這個警圍 這個 唯一品牌這樣子 這蠻潮的 蠻潮的 這蠻潮的 所以我跟大家介紹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可以用 不去登山你可以買 欸 然後跟他介紹這個 雨褲 雨褲很重要 雨褲 好啦 這個山上啊 穿雨褲 這雨褲特點是在哪邊 跟你的機車雨褲差在哪邊 就是說 它這個雨褲是可以裙開的 可以開到最底 所以你就不用拖鞋 你就不用說 欸我這樣一路弄上來 你只要踩進去 然後把旁邊拿起來就可以了 這雨褲 雨褲很貴啊 這雨褲要四千塊 因為這雨褲是絕對防水 而且它是透氣 這個 雨褲很貴 然後住 這個大家 住啦 住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住山屋 然後一種是這個露營 就是野地露營 然後山屋要收費要申請 然後山屋有很多種 然後露營 然後有人大家說有沒有這個 好好好 就這樣露營 然後裝備 裝備有什麼 有帳篷有睡袋 有睡墊 有露宿袋 大家會問有洗澡呢 沒有啊 沒有洗澡 沒有洗澡 你洗澡的好朋友就是石子巾 你就是擦一擦 然後就趕快睡覺了 不要想洗澡這件事情 所以你說什麼 那個去新康六天 六天就六天不洗澡 就這麼回事 OK 好 那山屋有機種啊 你可以隨便看到那個是 那個 簡陋型的 豪華型的 基本型的 左邊這個就是豪華型 它有工餐 它有給你睡袋 你什麼都不用袋 你就去住 非常好 然後還有這種 就是有太陽能板上面 然後最下面就是最簡陋型的 欸這個要弄得好 這要怎麼 這要怎麼 這要爆起來 那上面有那個 你看一下 好最簡陋 他算蜜蜂吧 什麼 要蜜蜂 這個要蜜蜂 這個要蜜蜂 那個可以受熱沒有關係 然後 最簡陋的就是說 你就是 就是只有遮風避雨的功能 那帳篷 然後這個是跟你講幾個 山蜂的照片 就是這玉山 排玉山莊 它甚至有提供你拖鞋 所以你單身穿外面 它就有拖鞋 然後滑到這種程度 然後旁邊會有生態廁所 生態廁所是長得像右上角那樣子 然後你就站在上面 它旁邊有一個把手 把手幹嘛呢 一個就是說你可以看生態廁所 它就是 最主要就是說 固態跟液態它會分離 然後固態的部分呢 你轉那個把手 它會把一些木屑 然後一些發酵成分都放在那邊 所以它就可以自然 就先發酵掉一些 就不用扛下山 然後右下角那個是山屋 山屋就長這樣 跟那個成功臨很像 就這樣子 雙層的 好 我們這邊有個影片 有個影片 等一下 等等等等 一邊要自己在下山 沒有沒有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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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有個影片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山屋是怎麼感覺 那個線上桶 要是覺得Noise 等一下我再切一下 我的滑鼠在哪 大家有看到我的滑鼠嗎 OK 我切一下 切這個模式就是不會 再加一點 好啦,趕快加,盡量加 可是這已經沒有燙了耶 那我覺得你還要再加一點熱水,才會再多加熱水 之前去上,之前去上 哇,好多電話傳啊 電話傳也要拍 這是直播啊 你怎麼沒信到怎麼直播啦 這只能是Delay Live啊,Delay個兩天這種 泰國就可以直接加熱啊 泰國直接加熱,只要... 只要... 我就是直接拿來煎牛排,就整個焦掉了 對,他就是... 傳熱再過來,因為他沒有辦法 你是說牛排焦掉是不是 好,線上的同仁,我們又回來了 我們又回來了 這個... 就直接跳過去,我們就... 直接看下一張 我們就看下一張 然後帳篷,帳篷大概就長這樣 這個是雪氏啊 雪氏就是... 然後這個是三人 右上角是四人,然後右邊是三人的這樣子 然後價錢很便宜 可是很重,很重 然後這個... 帳篷選擇... 欸,又要放影片了 大家看一下帳篷的空間的感覺是怎麼樣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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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一下帐篷有几个重点啦 大家记得帐篷是遮风避雨 然后帐篷本身没有任何保暖功能 保暖是来自于你的睡袋这样子 然后帐篷啊就是跟所有登山装备一样 就是越轻的就越贵 就是大家就是重量 然后我刚刚说的就是要睡得好的话 三人帐就能睡两个 四人帐就睡三个 然后一人帐的话就一个 然后睡垫的话就这东西 这边有睡垫 这个只要看R值 R值呢其实也是一个 R值是什么 R值也是一个导渣量化标准这样子 我有两种睡垫 有种是充气室的 充气室的体积就小很多 可是你每次到营地的时候 你就要一直吹一直吹 然后别人就是直接摊开了就好了 然后别人就去玩 这样子 他很多 等下可以请那个 你是不是快睡早了 你会睡一样 哈哈哈哈 好 露宿袋 露宿袋就是说 露宿袋就是说 来不及了 你到不了营地了 但是那地方没得 没得扎帐某的地方 你就是弄一个袋子 把自己弄在一起 就是防水 这防水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你有些 湿了就干不了 然后保暖真问袋 这个 这个就是再说这样子 好 就是说跟你讲 接下来这个影片 就是说 这个影片是什么 这个影片就是 你突然下雪了 所以 所以我们倒标营地 我们要往后撤 所以我们就要扎营在雪地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暴风雪的感觉啦 就突然啊 我们这个时候 你那个 离那个山顶就是差一公年 然后就突然下这个雪 然后下雪也有这种 因为雪 然后雪就会这么多 所以一下雪就要等于是下雨 那个雨裤就要穿上来这样子 好 然后这帐篷啊 帐篷这个是推荐这个品牌子 然后他跟你讲说 他这个Footprint size 怎么样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 三个人要 头脚这样睡 这样子 才可以 然后睡袋 我跟讲睡袋最重要 这个睡袋是我 琢磨最多的 因为你所有晚上睡觉的 全部都是来自于睡袋 这样子 那 大家千万要记得 睡袋是有三个温度 睡袋有不同的量化标准 但它有三个温度 一个温度是Comfort Comfort Temperature 然后一个是 Lower Temperature Lower Limit Comfort Limit 跟Extreme Limit 它怎么测呢 它就是把一个 拿一个安妮 你知道吗 安妮它就 拿一个安妮放在电子上 安妮会有一个核心温度 然后它底下风在吹 然后看安妮这个 湿热的状况 这个热量易散状况 怎样 然后决定说这个代值的 好 跟你讲 好 Comfort Limit 是什么 就是说 这边是 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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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 Confort Limit 就是女生睡这个睡袋 它不会死掉 Lower Limit 就是男生睡这个睡袋 就不会死掉 然后Extreme Limit 就是说你只能睡六小时 六小时之后你就要死掉 你就会失温而死 所以 我这边有个睡袋给大家看 这边有个睡袋给大家看 这上面就会写 跟你讲说 它的Confort Limit 是哪边 这个是0度 然后再-6度 然后这个是-23度 你可以-23度 然后睡袋其实是这样嘛 睡袋它是长这样 然后它有一个收 它平常 你上台的时候 你需要把它打凹号 可是你平常是放在这个收纳袋 你就不要压缩到雨中 因为压缩到雨中 就会有那个 保暖效果就不好 这样子 好 给大家看一下 睡袋有一个量化指标 叫做Feel Power 不同Feel Power的保暖度 是差这么多 你看一下 不同 不同 不同的差 就差这么多 你看它这个 它550跟800 它几乎就是差2到3倍 然后这个就是 雨中的那个 没有啊 这是网路上找的 这样子 好 Feel Power 好 那就是跟你讲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个 萌贝尔这个睡袋 这个系列 EXV 各系列012345 它们能够承受耐热的等级 这样子 嗨嗨嗨嗨嗨 好 那我买的睡袋是哪一个 我买的睡袋 我买的睡袋是Number 2 Number 2就是 到正常男性可以穿到16度 然后台湾的那个 冬季 很少 不会超过-10度 这个时候我去中央剧场局 去捞那个Database Average 不会超过-10度 所以Number 2就很够了 但是我同学 有买那个EXP 这样子 好 我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 这个睡店 睡店也很重要 因为你的睡是直接睡在地上 所以假如你没有睡店的话 那热量就直接消耗很快 大家就觉得 在平地睡在地上应该也还好 可是在山上那个热量就消耗很快 你一定要有睡店 然后还有 好好好 大概就这样 走路 走路 走路呢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你要 你要事先规划 然后天气怎么样 然后一定要在地图 那这边有个地图 这边有个地图 可以看一下 我等一下限价在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metric 这地图 这地图要怎么看好 这样子 好啊 這地图是这样子 雪山登山口 雪山登山口在这边 然后 我们走走走走走走 一路从这边走到蓄山 然后上面会有 上面会有时间 跟那个时间一样 然后它旁边都會 看 achievement 高低落差 然后 说 然后他在这边 这个地图上他会写 这是各个地理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地方叫做 那个 有一个 我们刚 我们刚有一个山屋 叫做哪个山屋啊? 叫做 翠池山屋 所以翠池山屋上他們就會寫說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的 蓋了一個山屋 然後有一個寬闊的營地 最重要是有沒有水 他就跟你講說水源可以從翠池裡面拿 然後豐沛不如 那可是有些營地呢他就跟你講說 水源不勝穩地 最好在登山口飛雪水 全部都在地圖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地圖上標示很多東西 你一定要帶地圖 然後還有就是說你走路可能會發生什麼情況下 就是預爆風雪啊 你有高氮症啊 骨折啊 中毒啊 這有可能發生 高氮症 高氮症 高氮症跟事事一樣 就分三種這樣子 簡單來說 除了那個 除了那個AMS就是急性的高氮症之外 你可以吃藥 來緩解的話 其他兩個高氮症遇到這情況 基本上就是你之後下降 不然就沒救了這樣 叫生機啊 叫生機 然後就分三種急性高氮症 高氮肺水腫 高氮腦水腫 這個就不跟大家講了 反正就是就會 登山會高氮症 那你最好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前一天去住 先適應高度 一天的來回的落差 爬升不要超過1500這樣子 好 迷路 他剛剛講迷路很危險 迷路會死掉這樣子 所以他就幾個簡單查幾個簡單的迷路 就是說你迷路怎麼辦 你就停下來深呼吸 然後觀察周圍 然後評估方案 執行最佳方案 然後 迷路很多 欸好 這邊有一個很好笑的方法 叫做擁抱一棵大樹 擁抱一棵大樹 讓你感到安全感這樣子 就可以鎮定下來 很幽默 然後這個 迷路有一個原則 就是三三三啊這樣子 就是三三就是人什麼時候會死掉 就是你失溫三小時你就會死掉 你沒水三天 你會死掉 然後你沒食物三週 就這個是 是這個原則 所以迷路的話你評估一下 就是 在這個實現之內 你只要不發生這些事情 就 你只要不失溫 你只要有水 那你可以撐三週 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那個 迷路的時候一定要鎮定 然後 然後 這邊有個案子啊 這邊有個案例 就是他是一個中山大學醫學系的 學生 他自己去爬一個很難爬的山 叫百固大山 然後 他 後來就迷路了這樣子 他在迷路前來還打給他女朋友 跟他說 欸我現在迷路了這樣子 然後我應該快 快找 快找到了這樣子 反正他就是迷路翻山 然後 50天之後就找到這個人 他就在下切到河谷 因為他小時候 他小時候是生活在加拿大 那你也知道那個 加拿大那個地形 其實河谷都是很平滑的 跟我們這個台灣那個山區是陡峭的 就是 你覺得 跟著水 走 可以走到第一處 沒錯 可是問題是台灣很多都是瀑布 你跟著水那邊 落差兩百就走不下去 在加拿大就 就沒這個問題 這樣子 所以他就沒有 他就放了很多錯誤啦 缺乏登山經驗 然後沒有 他沒有事先規劃 然後說他自己是 他一個人就去登山了這樣子 然後他第一個 他晚上出發 他末尾爬山 然後他迷路 他迷路他沒有退回原點 他還沒有待在原地 然後他就自己亂走 然後後來 下洩到河谷這樣 然後他 再來就是他沒有那個 GPS 他還沒有衛星電話 欸這邊有一個衛星電話 對 衛星電話 這個有一個衛星電話 這個就是要儲 衛星電話 這真的真的衛星電話 這真的衛星電話 就是等一下放到這邊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這邊收到幾個衛星 然後慢慢給他 就 這個是打到衛星 對 真的是打到衛星這樣 就 很貴 這個真的很貴 還是用你現在手 一分鐘 儲值啊 最低儲60塊美金 一分鐘一美金 就 大家玩一下這樣子 好 這很猛 好啦 那大概是這樣 好 大概就說行動 跟你講 大家就有背包 有登山鞋 有登山襪 登山帳 頭燈 然後冰爪 有這麼些東西這樣子 好 那就是背包 背包多少錢 這個是比較好的牌子 其實背包也沒有很貴 就一萬二 你在國外網站可以買更便宜 一萬 小的 背包套 背包套要一千 這樣子 然後背包有分幾種 這種 這種是70公升的背包 就是適合超過 就是五千的70公升 然後它有一個好處 是說 它這個頂帶 它可以把它解掉 它解下來的時候 這個東西 它又可以變成 它 這支背包套 是套在背包上面 它這東西解下來之後 欸 這是什麼東西 欸 好像是我的腰帶 它這好處是說 它這個解下來之後呢 它又會變成 它又可以變成 是一個小身刀這樣子 就是好 好處是這樣 因為你比如說 山在那邊 然後可能就來回到一公里 那山不來路上 所以你就會背一個輕裝 然後 它背包有那個 負動系統 就是 每個背包負動系統 可以 大家可以體驗一下 這個 負動系統 這個是70公升的 背包是 然後這個是 45公升的 然後它這個是 45公升的 然後再加上 頂再10公升 所以它這個就是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 大家都是靠 腰跟肩膀 所以這個 腰這邊就沒有這個 70公升的來得 這麼的 結實這樣子 可以 可以 比較一下 然後鞋子啊 鞋子的話就是一定要防水 盡量防水 然後登山襪的話 就是你用羊毛的 羊毛保證很好 你真的要買鞋子的話 我非常推薦大家買 這個德國的這個牌子 叫LOWA 這個 全德制 手中打造 然後它 有Gortex層 所以你雨天就直接當雨星床 就 很實用 再來就是說 在山上你要走路啊 你要找路 所以你山上就會有這種路標 什麼 它標幾配幾 所以地圖上有一個標 然後 可是有時候會下雪啊 下雪的話你這個路標 原本大概是 到這邊 可是它下雪就不見了 所以會 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 另外一點就是我剛剛說 那個GPS 現在 山友都那個用帶GPS 其實手機就夠了 然後它就會把那個 它在上面走 那個點就會列出來 這樣子 那 它在有些雪地的情況下 你看 右下角那個樹幹 那樹幹上面 掉一個那個路標 叫做雪際路標 就是 它預期雪可能會把路標 蓋到 路基 就是路 蓋到那麼高 所以它在樹很高的地方 它綁一個 以防你積雪的時候 你看不到路 這樣 然後 OK 這邊就是說 你在雪際的時候 路線可能會不見 然後它就推薦你 因為 正常的路線是D 就是假如是夏季沒雪的話 就是走D 那可是 D的話你有時候可能會 就是像我們剛剛的情況 就是D的路基 完全 我們去走的時候 D的路基是完全不見 我們走走走 一半發現說 D不行了 然後我們才切到C 這樣子 然後 還有另外 所以雪際的路線 其實跟平時的路線 不一樣 然後 這個是 走的 我們走的感覺 這樣子 斜度可能是 它從這邊拍 這可能是 右邊可能是15度 可是左邊這邊是60度 就是 這是60度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 就是 走在雪 這個 平常走的感覺 很喘很喘 體力很不好 讓我錄個影 有啊有啊有啊 因為我們是看到有腳印啊 如果走一走就沒腳印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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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 小隻從 悠悠的走過來 很重啊 20公斤很重 很重 這個時候 雪還沒那麼深 所以還不用上冰爪 好 那這個 剛剛在森林走 給他看看 在草地走是什麼感覺 就是這樣 其實草地的風景很好啊 這很喘 速度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呢 抓這個速度大概 這裡是去 是嘉陽的路上 從那這邊可以看到 現在不太清楚 現在雪山被擋住 所以 山欄擋住了 雪山出陰約出現了 很難想像 從這邊 到雪山 大概只要3.78K 從芝加陽 到 登山口 環山部落登山口是8K 現在時間是下午 5點14分 庭偉說這段草原呢 是你單攻芝加陽的時候 絕對不會經過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 欣賞 好想像是 芝加陽的美 我們今天從早上7點鐘出發 現在已經走到 下午5點鐘了 好累喔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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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雪柱 3.7K 只要3.7K 就可以到喔 高低落差 高低落差多少 1.7K吧 什麼 這邊才500 好 然後你可能會走在草原 那你也有可能會 可能會溯吸 給大家看一下溯吸 因為有時候 進 所以有可能會遇到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鞋子防水很重要 沒有阿 這iPhone阿 大家買iPhone 然後有一些裝備 這個雪跡會用到特別裝備 冰斧 冰斧是一端特別 特別接 他要插在雪地 然後 要帶這個 顏盔 顏盔就是說你假如滑倒 然後滑下山的話 你戴著頭盔 你不會裝到石頭 然後冰爪 冰爪子 那個爪子你可以直接 裝在那個 裝在鞋子上 他是用那個 綁帶的 長這樣 還有分三種 其實他那個就是 假如是正常的種的話 他就是那個 低環 就是像那個 機車那個 的那個 那種這樣子 好 大家給看一下那個 冰斧是怎麼用的 剛剛那個冰斧有一段是尖的 冰斧應該要 為什麼要用冰斧 為什麼不能用登板 登山掌 就是這樣子阿 冰斧一個平坡 這樣阿 插在三臂 對阿 然後他還有一條袋子 他那袋子會 如果我滑過的話就走壞 對阿 反正說你 現在盪椅子都走壞 反正在你手上 你反正就掉 要不要去試試看 所以在走陡坡的時候 是尖的往前 尖的往後 對 尖的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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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 滑落的話 他這個同學會幫你 自動 遞製你的滑動 你就這樣握著了 你這樣嗎 如果這樣子 那你就直接拿起來 直接拿起來 直接拿起來這樣子 對 這樣阿 這樣阿 然後往右轉 這是順的嗎 對順的 尖的 尖的往後 你不用 不用 因為一下就頂住了 好 然後 再給他看一下 這雪地走是怎麼 因為雪地它有軟 它有軟有硬 所以有時候比較硬的話 你可能 要那個 先踩一下 才會有那個路 這條路應該OK吧 改一小段喔 不要開了 我們用走的 這條路應該可以吧 這邊到山頭 這邊到山頭 山頭 反正這邊到山頭 只要1公里 然後後來我們走一走 就發現說我們走錯了 因為這個地 就很難 對 那就是山頭 好 接下來 我看一下 好 就是滑落的話 你就要拿著冰斧 然後翻身 把冰斧 用全身的力量 插在這個雪裡面這樣 你就會停止 有些就像恐怖蹄蹄那樣對不對 對 現在停尾要來教學 自動教學喔 自動 我們唯一有血訓 證照 想倒 真的啦 我覺得因為這個 你真的壓進去 其實那個 力道很 滑落 趕快翻身 然後 把尖的那端插在雪裡面 一下就停 這個 這個要時常練習 這個要反覆練習 這樣子 好 那 那 育樂 實際住行育樂 快講完了 快講完了 蘿蔔可以吃 然後那個 育樂 就幾箱啦 就是你 因為在山上很無聊 你就思考人生 然後你可以聽音樂 你可以唱歌什麼 然後外拍風景聊天 你可以打電話 問電話可以打 然後那 在山頂很多通訓點都可以打 然後那玩雪 然後跟喝酒 就是這個 就是玩 好 那就是在山上的育樂 就是杯一瓶酒上去喝 然後在上面自拍 然後在上面 打電話 這樣子 欸如果幫大家裝 裝一下 那個碗可以用 這樣子 什麼 因為你悶太久了 對 悶太久 好 那大家看一下 在山上外拍是怎麼感覺 model 跟 photographer 就是我們 好 換了 學姊上去了 學姊的外拍 雪山頂 好 對 好 各種鏡頭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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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快受不了了 對 對 在山頂 在山頂 200公尺 到那個三叉 這樣子 好 就是 大概是這樣 所以剛剛跟他介紹十一零零一樂 然後把所有裝備 售出來 大家現在知道裝備 到底是哪些裝備 然後幹什麼用這樣子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活動到底是多少錢 看一下 我們就花 跑到五天 我們 車錢啊 乾燥飯 瓦斯 然後衛星上包車 所以一個人平均下來是3410 可是我們慶功宴一個人就吃了1429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然後可能為了登山 比如說 這個是個人的 比如說這是我自己去 就是 我很多為了這次登山我換了 這樣子 所以這個個人花很多錢 然後還有 那個水壺跟背包套 就是背包套被割破 然後水壺掉下山 這樣子 好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其實 這個 Alpen Hiking in Taiwan 就是 台湾高山進行其實很有趣啦 然後 也很好的戶外運動 可是你需要做很多準備 然後你也需要具備很多知識跟技巧 才可以降低 可能的風險 這樣子 好 就快要結束了 就說 這邊有一個下面那個網址 就說假如我是新手 我想要去哪邊 你可以去參考說 那 Let's go 的話 這個最近比較忙 但可能就是約個暑假 可以去 爬個雪山 兩天一夜 很輕鬆很輕鬆的路線 這樣子 好 還有什麼 然後有些reference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灰哥天空啊 劍行筆記啊 山行者豪哥 然後店家的話 推薦大家去新竹鄉野情 然後臉書有幾個可以follow 有一個是三條魚 它是一個登山界的這個想導 然後它是一個正媒 就可以follow一下 還有一些台灣字啊 MIT台灣字是一個那個節目這樣子 然後那是雪羊啊 然後台灣百月之美 這個是一個臉書 呃粉絲團 大家都會po很可愛的照片在上面 然後關於這個書啊 就是比如說大家 這個不想去爬山 那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看動畫 有一個動畫叫做登山少女這樣子 登山少女今年要出第三季 那現在就是 蠻好看的 大家去看 它講了很多登山知識 然後還有兩本書是我查到的 就是說什麼 呃登山聖經啊 還有國家地達之終極裝備指南 好 這張就是登山少女 只有四個少女 然後首先走去登山 然後我今天的這個列學到這邊 大家辛苦了 我們可以玩那個 我們可以玩 玩 啊Q1咧 欸Q1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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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交給那個主席啊 欸沒有主席主席有什麼問題 啊我有